今天我们来到哈雷的一个试驾会 让腾跟我们来聊聊整个今年哈雷全系的配置 以及它的售价 如果按照今年咱们二款的哈雷来区分的话 首先在车系上它有一个更新 包括巴巴胆硬汉以及48 原先咱们认为的老运动者的车型 今年已经并到了巡航车系 对在官网上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体现 就是没有了咱们原先的软尾车系了 这些软尾车系跟包括咱们的硬汉跟48 都并到叫一个新车系叫巡航车系 对然后运动车系的话 现在来看的话是只有Sport S 现在来看的是它 可能后续的话还有我们可能要上市的975 可能也会并到运动者的车系 OKSport S其实从外形上来看 我觉得就明显的跟传统车型有一个区别 现在来讲它的夹角好像也有变化 现在夹角多少 这台车的话是60度的夹角 60度 对 这种60度夹角跟45度夹角比起来 它有什么样的优势 因为首先来说这是一款咱们哈雷最新的 Evolution Max的水冷发动机 然后采用的也是咱们相同的皮带的传动 反映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加速上 是十分迅猛的 对比您传统骑的硬汉也好48也好 您在提速或者起步这一下 很明显发动机给您的反馈是非常的灵敏 而且提速是非常快的 驾驶感觉非常好 从前来看Sport S的油箱是变大了 对 同时整个外形来讲跟之前 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但是在一些细节的方面 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如哈雷 他自己有一些比较特征的地方 就比如他的单座48也是单座 对吧 就是这种叫单身汉车型 代表姑娘 这后面能加座吗 可以的 也可以把这个拆了以后 对 但是我估计这个座应该不会太长 它是这样 您看后座的位置 基本就是到后板的位置 然后它会接出来一块护板 对 后面防止它往上水 对 要不然姑娘后外全都刮了 然后它还有它选配的靠背 对 脚踏安装的位置 这都是原厂的推价 前16后18来说 在运动车系里来说的话 是原厂应该是最宽的车台了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灵活性 这个其实您在一会儿试驾的时候 您可以重点的来调试一下 它的驾驶模式 对 因为它有公路模式 雨天模式 包括它的S模式 运动模式 这个的话 对 您在如果按开框来看的话 是完全不会影响到您的草棚 收价多少钱 咱们近年二款的售价是165800起 有ABS 有TC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先进的水冷的AVLUSION的发动机 排量是1250 现在883还生产吗 在售 咱们在售的话 现在883只有一个硬汉的长板 对 如果您说老款那些883L或者是低座 这些的话已经没有了 这是我们突破者 它是我们现在看的这款是2021款突破者 它这配色叫独威律 也是我们在21款的时候一个特殊的车漆的配色 它是有一点渐变色的感觉 对 有点像变色龙 能够解释一下 在114立方在哈雷里面 它大概是多大一个排量 如果要是换算成咱们CC来看的话 基本就是1868咱们所说的1.9的排量 按照咱们原先区分的话 这就是咱们的传统的软尾车系 软尾车系的好处 就是第一它后边的减震结构 跟其他的 哈雷你看运动者车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它是隐藏式的减震 而且它这个减震系统更好的是为了缓铁大排量车的共振 对 因为您在骑883也好48也好 很明显可能在低速的时候会有这种振动的感觉 但是这代方动机基本在振动感上来减少了很多 突破者来说的话 一直是咱们在老软尾车型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车 因为它的特点也十分明显 比如说你看它的平靶 然后大轮毂 对吧 然后后面的宽胎 然后这种软尾的减震结构 后面来说非常简洁 留出了很多预改装的空间 整车来说风格特别明显 突破者现在多少钱 27万多的售价 27万多的售价 旅行车系从路往开始 路往大道滑翔 公路滑翔 然后包括旗舰滑翔 旅行车系也是这四款 CBO是单独的CBO车系 所以跟它们还是有一些区别 这三款车其实从外观上比较好分 我觉得主要看屁股也看不到 对 因为只有旗舰滑翔是在大尾箱的 对 原厂的这三箱 公路滑翔跟大道的话 只是区别在于车头 大道滑翔就是一个 咱们传统的一个圆灯 我们今年的话换装的是莱福的音响 对 跟之前不太一样 对 原先是哈曼卡顿 对 现在的音响是莱福的 全车一共是六个来了 四个来了 四个来了 如果他来说的话 CBO是六个了 对 CBO的话 因为有个高低音的区分 他要有声音响 目前华翔它分这三个价格你知道吗 基本的就是大道滑翔是388,800起 公路滑翔是这408,800起 接下来我们来聊的是街霸 明显它这个车把比较高 然后这种配色 我特别喜欢 这种橘色和黑色这种黑色 同样是114发动机 然后街霸它也属于软尾车系 是吧 是藏着的这个紧震 对 而且整个操控来讲 我觉得是比较轻盈的 而且动力又比较充沛 这个车售价是什么 咱们亮黑色的售价是195,800起 然后有颜色的不同的话 有一个价格的区分 街霸这家特点是什么 街霸它的主要特点就是 第一它是整车的这种美式风格的感觉 非常的浓厚 比如说您说它的窄的前台 对 然后小高板 这种小油箱 然后这种细微的设计 对 整车来说非常纤细 然后非常精巧的感觉 然后您坐上之后 这种跟您肩膀持平的手把来看的话 这种美式风格 这种巡航车 可能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而改装起来可能也比较简单 对 而且你看它在车把中间的仪表 看到吗 来来看一下它这仪表 巨小 基本就是因为它可以切换各种模式 所以它的信息显示的还是比较全的 二十级来着 19万5千万 19万5千万 我还是多说了 原先的话 它们都是戴纳车系的车 对 我也想说 咱们现在看的是21款 22款它已经换装了咱们的CVO同款的117发动机了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所以二款现在在店里有卖吗 在售 然后这两个仪表没有了 它传统的双表头没有了 也是集合成咱们街霸的这种小表头 然后主要是换装117的发动机 所以这款是老款了 二款的路威多少钱 22万5千8百 22万5千8 其实老款也这价差不多 老款比它稍微低点 7000块钱 这就是能玩泥巴的哈雷 非常另类的一个哈雷 如果你喜欢哈雷的风格上 又喜欢去玩泥巴 我就来这么一个 而且功能巨多 最让我记住的 就是它这个车座能自动升降 但我这个腿比较短的 就与版这座降上去 然后一骑 它就起来了 特别实用的功能 那士巴兴格那车 黑仔 这车其实看上去以后很敦厚 而且也真受哈雷米喜欢的一款车 然后也是在114的地方 新发动机加持下 看它的体验怎么样 具体价格 我们看上屏幕下方就好了 它是整个哈雷车系里面 非常热销 同时也是经久不衰的一款车型 Fight boy 大家还都在一直在试Spotter S 人气还是非常高的 对 一会我们也试试你 没问题 好嘞 谢谢腾总 好 那直接 OK 谢谢